最末年中华人传统都有大少厨的习俗 槟城金苏书轩则是提早了一个月 暂停营业一天 书轩同仁和志工们携手合力 把书轩的里里外外重新打扫一番 书轩都有平时在做勤扫工作 每一年都在做勤扫工作 去年我们也有做一次的大扫除 这次的清扫呢 我们也是把平常很少 有机会去清扫的一些角落 也拿出来清扫 这么宽阔的空间 都是靠志工们协助打扫 维持环境的整洁清新 把书轩当作自己的家 每个星期至少三天 起来付出的 待有人在 就像这位73岁的师伯 每一样事情都做 体力 耐力 不输年轻人 需要做的我就去做 我能力做得到一切我都去做 推行之后 就是把整个人在实际里面 搞实际的活动 所以日子过得很快乐 年长的师伯用心用力 年轻的志工更加不能懈怠 再擦拭 布置 也有另一番体会 在家里父母他们这样辛苦在那边打扫 结果就有一下没一下子 这次回家大老婆真的是要很努力 要加油了 要像这边打扫这样子用心 把环境累积的肮脏垃圾 扫除的干干净净 就这样把累积下来的烦恼清除 小城除垢迎接新春 大海新闻的黄城树里加伊马来西亚 长采访报道